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在座的 写了个评价 然后我们想看看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是谁写的评价 第一个信封杨迪念吧 他评价娜姐 我没想到你是那么有趣的人 有趣到外太空 评价我 希望你能成为全能艺人 永远碰到困难 也能永远超越困 为什么要永远碰到困难 就没有困难 知道困难 就一看就是小孩写的 你写的 你写的 应该是碰到困难的时候 都能够超越他 他希望杨子 我期待你更多的作品 像老艺术家说的 我也觉得像老艺术家 给黄子涛写的 我心里有你 我心里有你 我觉得是小宋 崇拜哥哥是对的 崇拜我怎么了 我是崇拜你 但这不是我写的 ok 酷 哈哈哈哈 那你觉得像洪雷哥写的呢 不是 这是小孩写的 我觉得像洪雷哥写的 也是我 哈哈哈哈 心里有我 来吧来吧来 太感人了 哎呀 你太云烟了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就是你才 他才表达出来而已 嗯 我会怕出更好的作品 哈哈哈哈 我一定会返回地球的 哈哈哈哈 可爱到外太空了 爱到外太空了 永远遇到困难 也能超越困难 全能一人 马上去学舞 哈哈 娜姐给你念 好的 写给宋亚轩的啊 发信息从来不回 他给我发信息 我每次都是秒回 而且他明明拿着手机 我想当面问问你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每次给我看的搞笑视频 其实都不好笑 我都会很用力地配合你 下面写给纳英的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 觉得他是实力气质歌手 很霸道 认识以后发现 确实很不怕霸道 哈哈哈哈 他写的 刘耀文写的 是我写的 耀文 你觉得我很霸道吗 不是不是 就是那种气质 就是气质哈 就长得特别霸气是吧 对 霸气侧漏 谢谢 哦 他下个了第三分 不让是吗 第一个写的就是我 沙亿 我希望这位朋友认清现实 什么健身呢 做发型啊 就送你俩子那儿徒劳 徒劳 杨子 什么 这是一位对自己歌声和舞蹈 都非常自信的朋友 没错 我也很认可 因为你的歌舞 邪星界又多了一轮大跳 那杨迪哥 绝对是杨迪哥 黄武涛 我希望这位朋友学会独立 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上厕所 但是思考案情的时候 又请你不要独自思考 容易走向误区 杨迪 咋是我写的呢 不想让我健身 不想让我颜值重回巅峰 跟他一样 本事还好说的 我唱跳他一直不认可我 认可了 反正就认可 为他找一个机会 需要给你比较一下 是我是我 逗他们的 给子涛的 要么瞎分析 要么瞎跟踪 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那这样 我也觉得 但是他是一个很真诚善良的人 我很喜欢他 希望他保持他的善良 千万不要变聪明 然后写给杨迪 完完全全证明了 人不可貌相 太聪明了 写给孙红雷 不管自己是个好人坏人 都老带骗节奏 我真的对他重新认识了 但比我印象里还要聪明机智 确实太厉害 厉害 他看谁都聪明 夸的全是聪明 都比我聪明 自爆了 真又自爆了 对 来 药文你先念 一 我希望红雷哥以后玩游戏 可以听一下规则 好严格 他俩其中一个 二 我希望娜姐以后可以在红雷哥为难NPC的时候 作为大姐管管他 我管得了他吗 我希望紫涛哥可以学会独立一个人上厕所 诶 抄 又抄袭 谁抄袭 宋亚轩 宋亚轩写的 你 十二爷哥请停止散发你的魅力 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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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刘耀文不要再长高了 宋亚轩写的 宋亚轩写的 神了 是我写的 你行你这么说你爹也行 但你这么说你那一刻就不对了 哈哈 给丹丹阿姨写的 在剧组热爱做饭 把伙食放在第一位的演员 那我是把伙食 哦他想生伙食 哦 丹丹姐真是 气氛组特别温暖 那天吃春饼的结令 爸爸落了落了多少张春饼上百张春饼 给组里啊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包饺子 全组吃他包的饺子 哇 一百多人吃饺子得包上千个 我站的脚跟都是疼的 像个大家长 哦 这就是向心力 对 所以粉丁 真的 49关键 你这么说 爱情罪 女美好 有一个好看 聊天 爱情 börjar 补 泷子